关心的是最近油价是频频要飘涨 现在经济部最近也跟行政院提出最新油价的调整方案 预计最快在4月2号就会解除目前的减半调涨的还涨机制 也就是说我们的油价真的又要上涨了 而为了避免冲击民生经济 经济部目前先倾向反应 要调涨4成6到6成的吸收幅度 也就是每公升涨价幅度在2.2块钱到3.3块钱 队友立委质疑说调整油价是中油把庞大人士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中油表示说这涨价上弥补过去的亏损并不是因应人士的支出